你刚刚在陛下第二段恋情中有说 你的那一任你们俩分开之后呢 就是你们俩聊天 他经常用一个哈哈去回复你对吧 但其实我生活中也是那种 特别喜欢给人家回复哈哈的 你回几个哈 我一般三到六个哈 他们说三个哈是敷衍 四个哈有点敷衍 六个以上是真的哈 那我只能打满屏给他了 我会给你发哈哈 说明其实是 我对你说的话我是很认可 我才会去给你发哈哈 不然我发个嗯就好了呀 我觉得会不会是两个人沟通 存在一点认知偏差的时候 有没有考虑过说 那问一下那个女生的想法 就是相处时间长了 你就知道他这个哈哈是不是敷衍了 但是我会清楚地感觉到 就是敷衍当时 这个人跟人不一样 其实他不知道怎么聊天的时候 每次问女生你在干嘛 你最爱发这个是吧 因为我觉得可能时间久了之后 确实就想你的就是你在干嘛 就是想你的意思 对呀 那女生听到你在想我 他就很开心 然后跟你说哈哈 哈哈 那聊天就结束了 你在干嘛 哈哈 你在干嘛 哈哈 你们能谈得下去吗 哈哈 哈哈 有一个区别 他前面有指挥哈哈 这是一个中指 你是一个起点 就是哈哈哈哈 那什么什么 你后面那句话才重要 我一般后面会找一个话题 对了 这个才重要 要不然那个哈是没法再回的 它是个句号 它是个话题的中指 好 现在留灯的是3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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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